国与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堂善书 因缘与果报 主注先佛为寄宫活佛 福鸾为通天圣彼王生 寄宫活佛将 诗曰残药果书自一斋 无良赚取魅心才 加工弃品重兜兽 一害无辜落出台 盛世无今日降注因缘与果报 第十二章 二十四人死堕诸身 市井商甲勤俭基本 班有运武 举获盈利 本乃无可厚非之事 然而做生意虚本着良心 不可谓操其其盈 而伤害顾客 否则即使致富 亦难逃因果之成至也 徒儿随为师上连台 准备出发著书 徒儿遵命 此时既佛口念真言 堂外献出连台 师徒二人上了连台 快速飞往目的地 叩问恩师 近日小儿养了一只宠物猫 虽然很可爱 但也造成不小困扰 所以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站在修行角度而言 修行人能否养宠物 修行人最好不要养宠物 原因为何 无仙举案说明 西时佛陀前身曾为一修行人 见义师护得小鹿甚为可爱 于是就收养小鹿 并外出化缘喂养 将小鹿养育长大 一日佛陀的前身去世了 当他自己眼睛睁开时 却发现自己投胎至鹿腹 而转生成鹿 此时他才觉悟到 因为前世收养小鹿 对小鹿产生了很大的执着 心中时时牵挂着 就连打坐时也都是他的影子 结果命中之后就投胎成鹿身 故修行人不养宠物乃是一 防患对宠物产生情职 二 修行人要将精力放在修行上 不要因养宠物而费心 以致盗业不成就 三 多数宠物适合在自然界生活 故若在笼中换养 则有失慈悲心 饭网精云 长养猫离猪狗 若固养者 犯轻够罪 因此 受菩萨界之佛子 基于慈悲 精进 不处养宠物 而且若饲养宠物 故意或因故忘了喂养 乃是造使众生饥饿之业 若是咬人治伤 至此 除宠物会有伤生 杀生之罪业外 养宠物的主人 也难逃供业 因此修行人 最好不要养宠物 若是已经有饲养了 那该怎么办呢 对于家中已经养有宠物者 可以为宠物受三归一 培训他们逐渐习惯促食 如此可引导宠物与佛法结缘 来生有机会接触菩提正道也 师徒二人谈论间 连台已抵达一厢间诸舍 目的地已到 徒二下连台 徒儿遵命 下了连台 看到前方有一红砖围墙之诸舍 诸儿门或坐或卧或躺 虽然臭味四溢 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很悠哉 他们就是今日要访谈的主角 戴维师将其原灵调出来 你向他们访谈为何会堕入畜生道之 因由即可 此时既佛佛善一山 二只诸儿的原灵随即被调出 并献出一老者与一中年男子之形象 二位刀扰了 因为今日既供活佛恩师 领我奉旨访由诸书劝话世人 所以可否请你们将堕入诸身之原有 谨要叙述 作为后人之警惕 积一些功德 二人经济功活佛电话后 即唯唯道出 我是一个知识不高的农夫 生前以种蔬果为生 平常为了对抗讨厌的病虫害 因此都会按时喷洒农药 但说也奇怪 病虫害不但没有因此减少 反而还多了许多奇虫怪病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杀虫不用农药 能用什么 所以只好增加喷农药的种类和频率 又为了赚钱 我也常常在农药还没有代谢完就采收贩卖 完全不顾他人的健康 最后我则因为长期喷洒农药而罹患肝癌 痛苦而亡 死后没多久就转世为猪了 我生前为了获取暴力 专门制养猪户收购病死猪 贩售图利赚取黑心钱 为了掩人耳目 我自己也有养猪 以合法掩护非法之方式经营 平常每当病死猪收购回来后 外观较完好的就随即宰杀 然后送到肉品加工厂制成肉挑 肉丸 香肠 排骨等产品 再卖给不知情的肉品业者 或消往一般市场 外观较差的病死猪则做成绞肉 在冷冻冷藏出售 因为获利甚丰 因此平日住的是豪华洋房 出门则以高级轿车代步 后来因世纪败露 被判刑坐牢 出狱后没多久就身染重病而亡 魂入地府 言王逊我已24人 也要让我尝尝其中的滋味 因此盼入分尿地狱受刑 受刑一段时间后即转身为诸身了 24人者就会受吃腐败食物的果报 现今许多人因道德沦丧 或缺乏宗教信仰 因此一切向前看 罔顾他人身体健康 在食品中使用过量农药 生长激素 抗生素 添加有毒的添加剂禁药 或贩卖病死家禽等 将来都会堕入恶道受苦 西世人能以此二个案例为鉴啊 此时既佛佛善一山 二人知元灵又重返诸身体内 好了 今日就访谈至此 我们回去吧 徒儿遵命 此时师徒二人上了连台 连台往虚元堂飞回 虚元堂已到 徒儿下连台 我干净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YK